快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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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藏起来 时间不早了 应该回去休息了 快藏起来 你还没有做好准备 接受我这样一个闯入者 不过没关系 我等你 晚安 晚安 等下 雨显日快乐 你们 toute可以了 这不可以來 你说我们今天玩不上班呢 ете Luang 你还会 你还会比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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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会比黄奥 我给你带他 莫叔 我有点事情要请教您 那个 项链 要脸 他送的 本来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 大家都走了 我也回去了 生日快乐 好 累了 我感觉还得到了 好 我喜欢我们的工作 我们本来是要给你个生日惊喜的 这是我崇光哥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Zither Harp 乔经理 昨天晚上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我这一忙就给忘了 刚好我朋友送我一个小视频 就当做是礼物向你道歉 我知道你忙的 没事的 没事的 行 那我不打扰你了 再见 周天明 好可爱哦 在他心里我就跟你那么可爱啊 什么都行 没什么 还神神秘密 对了 你们昨天玩得怎么样 很害怕啊 别提了 怎么了 你都不知道那场面有多尴尬 多扫兴 昨天晚上呀 我们等了童馨城这一个晚上 你猜 后来我们看到了什么 什么呀 同心呀 是被贵贵贵别墅的那个客人 就是那个三百多玫瑰给送回来的 而且啊 我听莎莉说 他们两个还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只好走了呀 那场面呀 别提多尴尬 这还有什么什么 真是什么 什么 真是什么 真是什么 哪有夢 真是什么 真是什么 那个很有钱的那个 温泉村马上就要营业了 看起来很不错哦 这可不一般的 我一定要享受一下 你说咱们员工 一定有折扣的嘛 林总经理真是能干 刚回来没多久 就有大项目完成 跟着林总经理工作 真是值得庆幸啊 昨天刚被放鸽子 今天就满嘴的谎话 这女人啊 真不长记性 汪总 精辟 善变 善变 小松说下个礼拜 要去参加相亲节目 真的 那我们可以去现场 当后员团了 这种节目啊都是假的 你看到过好的货缩 拿到市场上去叫卖吗 哪有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是去参加相亲活动 才找到老婆的 海伦姐 你要不也去试试 像我这样性格 你觉得需要吗 你觉得要不常行吗 你愿不过 我根本不不不eli 那不是 我超过去弓 我来 那边 那边 中方 先生 请问您是用餐吗 什么 我 对 我 对 不好意思 我们呀餐厅还没有开始营业呢 我 我可以等吗 那 好的 那您请坐 我给您倒杯茶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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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是 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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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给您擦一下 好 不好意思 先生 你自己擦一下 实在抱歉 没有问题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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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先生 要不我先给您拿菜单 您先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新推出来的菜品 好的 安杰丽娜 朱莉 对 对 你的眼睛非常像玫瑰女演员 安杰丽娜 朱莉 是 是吗 没有人跟你说过吗 您 还真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你的美 是吗 先生 您看一下菜单 哦呀 点菜 好的 小甜豆 好的 三鲜汤 这个看起来不错 三鲜汤 要不 就这些吧 好的 好 既有成熟女性的风轻慢种 又有年轻女子的懵懂羞涩 真是太难以置信了 先生 这是您 先生 您是来旅游啊 还是来工作啊 工作 我就住在你们蓝宝石别墅 您是我们VIP的客人啊 你好你好 爸 杰克 杰克你好 来 请坐 请坐 陈登登丰 孟治的西匀 先生 您 是一直 你都这么会夸女孩儿吗 不 我是从来不会随便夸奖 任何一个女人的 在这方面 我是非常吝啬的女人 是吗 我不信 先生 那我先给您下单 好 不好意思 先生 请问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留一下塞尔小姐 Helen Helen小姐的电话号码 谢谢 先生 我还是先给您下单吧 我跟着你 他就对了 你可以责任 好 我对你 每一个事都都不要 我对了 我对你 等会儿 你也不正常 我对你 我对你 你不正常 我对你 我对你 唉 往右靠一點 小心啊 你覺得怎麼樣 哇 發什麼來呢 沒有 哦 這個畫挺漂亮的 頓時房間就多了一種 姑父的氣息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还在怀念昨晚那个深情疑问吗 说什么呢你 虽然我没去 可是我有很多眼线的 你跟蓝宝石别墅那客人怎么样了 一会定情了 别乱说啊 什么都没有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没有答应他 你看你 旧爱忘不掉 新欢又想要 脚踏两条船的女人真的很恐怖哦 您好 两位 我们九龙湖里啊 有黄刺鱼 胡虾 胡螺丝 胖头鱼 还有何锦鱼 您看两位需要点什么 来一份清蒸黄刺鱼吧 好 清蒸黄刺鱼 您两位稍等 谢谢 我听说啊 这家黄刺鱼特别好吃 是吗 而且 它有味道 喂 你好 喂 泰文吗 没对 是我 杰克 我们在餐厅见过 哦 杰克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晚饭 哦 今天晚上 好的 好的 那就 今天晚上见 好吗 嗯 拜拜 再见 再见 晚安 小姐 这边请 小姐 这边请 嗨 请坐 您真是 请慢用 太美了 谢谢 真是不公平了 你看你 比安德琳娜和朱莉 要美丽得太多了 可我呢 就比布拉特皮特 说得这么一点 金克先生 你可真幽默 送你个小礼物 这是送给我的 给你带 戊 给你带我 王 ��겠습니다 其实 说实话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 有人会送我这么漂亮的礼物 我记得 威廉姆·芝士尔曾经说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 女人天生就应该拥有 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即使她是一个臭小鸭 可当她遇到一个 爱她的男人的时候 她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天鹅 干杯 干杯 你们说 这个哈喽的事 是真的还是这样的 我朋友亲眼看到的 就昨晚上 那个餐厅超贵的 还熬了这么多年一次 她能不能有什么样啊 朋友说了 这个男的超有钱 她光她手表 这三十多万了 她怎么搭上这个钻石王老五的 你们怎么知道 那个人是钻石王老五啊 说不定她已经结婚了 孩子都一大堆了 我看不像 看 看能看出什么呀 瞧瞧你们一个个 眼睛真的比炮弹还大 是麻雀 是凤凰 不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的 艾伦 你这项链也太漂亮了 钻石的吧 这么大 这也多少分啊 这说可辣 艾伦 听说你找了个 有钱的男朋友 这是她送给你的吧 是的 她对你真好 我男朋友连个假的 她说嫌贵 你命真好 真好看 缘分这东西嘛 很奇妙的 说来就来了 艾伦 要是你加入航门 是不是就不用上班了 这个嘛 我倒还没想 到时候再说吧 这个杰克要送我东西 你好 你好 乔依娜小姐吗 是找我吗 您是乔依娜 对 好 请你签个字 谢谢 好 谢谢 乔依娜还真是细心 以为我还在生他气呢 想什么呀 这是 哇 哇 哇 太漂亮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注意 站好了 赞美战相 1507号房间客人投诉 床单上有屋子 1513号房间客人投诉 地板没刷干净 1706号房间客人投诉 枕头上有口红印 哪个白痴跟枕头见稳了 1513号间不能怪我们 是前台没有跟我们说清楚 我们还以为那天没有人入住呢 没有理由啊 那要不让我把前台人找过来一起对治啊 我 我的意思是说呢 还有你 这个月三天迟到四天早退 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乔经理 我儿子生病了 跟你们说了多少遍 房间客人的工作 在于妈妈给你 你们老老实实 做好你们的分类 没有理由 没有借口 我们知道了 看看你们一个个什么状态 工作 不仅仅是工作 你们要像爱一个人一样 去爱你们的工作 温泉村马上要开业了 旅游旺季也要到了 会有大批的客人来到我们的饭店里 我们一定要上上下下一条心 以最饱满的热情 最昂扬的斗志 投入到每天的工作中去 嗯 知不知道 知道 好 算吧 爱工作就像爱人一样 很饱满的精致 热心 什么样啊 你送我这个小玩意儿 还送我情歌 你对我这么用心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减轻你的负担的 好 喜不喜欢 好不好听 我是说啊 你喜欢里面的歌吗 喜欢啊 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嘿 真的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这几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我挑了整整一个晚上了 啊 这个是你送的 对啊 怎么了 不喜欢啊 难听 难听死了 可是你刚才说如梦如幻的 是梦 噩梦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 但是 昨天我看到你哭得那么伤心 我真的很难过 我的意思是 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 谁也逃不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这些不开心的时间短一点 再短一点 下次 要是你碰到不开心的时候 戴上耳机 听听里面的歌 说不定 会好受一些 我没有恶意 希望你能收下它 好吧 这份礼物算你有心思 我收下 那你听吧 我不打扰你了 喂 收下归收下 但不代表我接受你的感情 明白吗 你能收下 我就心满意足了 刘正全 这家酒店的大股东之一 也是现任董事长何亚军娘家的亲戚 他现在手里有酒店百分之八的股份 我们可以从他入手啊 行了 过几天再说吧 为什么 你不要问为什么 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行了 不要问为什么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艾伦 从你大学一毕业 在华尔街我们一起打拼 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十年了 现在你跟我说这种话吗 我心里有数 你没有数 因为你在恋爱 这个时间来找你会是谁呢 你好 请问文泽凯先生在吗 不好意思 我打扰到你吗 没有 你怎么来了 这个送给你 送给我的 我不能只说不送吧 我可以打开看看吗 当然 就是一支笔 我觉得你平常签名或者什么的 可能会用到 好漂亮 谢谢 我一定会天天带着它的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还得去工作 拜拜 拜拜 我的天哪 你必须在吵架上我吧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情动初开的小男生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工作 我都说过了 我有分寸的 我真不知道这个女人对你做了什么 十年了 我第一次见你是这副模样 好 杰克 我是爱上了童心 但工作是工作 爱情是爱情 这一点我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个女人有什么好 不就是个小经理吗 我提醒你 因为她 你推迟了我们的计划 不要忘了 后边还有好几单大的枪 在等着我们 耽误一天 就损失多少钱 你知道吗 我没关系 你不在意吗 你不在意吗 我们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钱吗 有了钱你说什么样的女人你找不到 她不一样 他们都一样 只要你把钱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就会乖乖地爬到你的床上 你明白吗 我要怎么侮辱她 艾伦 我敢跟你打赌 如果这个时候你给她一个鸽子蛋 她可以把手里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来 求你带她走 你信不信 比杰克 我很严肃地再告诉你一次 如果你再这样说话 我们很难合作下去 很难合作 你觉得我们现在合作很愉快吗 OK 我会让你闭嘴 我以后再也不会多说了 你自己看着吧 你自己看着吧 喜欢你 要不要一起坐 可以提顿的 怎么了 为了男人 有男人烦 没男人也烦 一个男人烦 两个男人更烦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想 看看 余伟文都多了两条 女人哪 既然爱情不能成为永保青春的灵丹妙药 那就对自己好一点 呵护自己多一点嘛 我没你那么想得开 什么话 女人当然先爱自己了 爱了自己才能爱别人嘛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们泡温泉做SPA 做SPA 我们温泉村不在圣营业嘛 我们一直替别人服务 也得享受一下别人对我们的服务了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享受一下 怎么样 好舒服 你怎么没有这么放松过来 作为现代女性 一定要懂生活 会享受 坚强独立 自求夺福 一会儿我们再去开个房间 也当一回VIP客人 开房 我跟你啊 我请客 好 怕我看到你的A客 这就是你们的房间 嗯 一口油漆味道 不好意思两位小姐 你们两位呢 是这间客房的头一波客人 所以呢 会闻到一些味道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应该感到很荣幸了 哦 不是这个意思小姐 我们呢 这个房间用的是环保材料 所以呢 不会伤害人身体 你们可以开开窗户通通风 可是这个味道也太重了 这时候呢 应该放几盆吊篮 吸气味道 我们喷过空气清新剂了 空气清新剂有什么用呀 这个时候要挂掉栏 点蜡烛 一会儿呢 拿点蜡烛过来 点上 好的 哦 不过点蜡烛容易会有安全隐患 让你们 Mousekeeping的人多注意一下 Mousekeeping 我说的是Housekeeping 哦 好的 两位反安 等等 那床头呢 帮我多加三四个枕头 我喜欢柔软一点的 好的 等等 你们的床单好像没有拉挺嘛 哦 不好意思啊小姐 不好意思 明天务必跟你们的服务员好好交代一下 嗯 好 那两位晚安 谢谢 等一下 您 还有什么事吗 跟你们的客房部经理说一声 辛苦了 谢谢 两位晚安 原来当客人的感觉是那么爽的 如果客人都像你这样我们就忙死了 我不管 这床很软 这个床是石木的 真是死在这都是植物 好 建上饭店就跟建上男人一样 最重要是舒服感跟安全感 你别张口闭口男人男人的 搞得你很懂男人一样 喂 初吻还在的人呢 你说什么 我说错吗 你什么什么 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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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什么 你осто消费 我 你 MI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这边请 您好 小姐 您好 小姐 您这张卡拒绝交易 能不能换张卡 我没带出来啊 这个 我这个应该买了太多东西了 好吧 那我的吧 麻烦您签个字 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开会啊 走啊 我怎么办 不怪你 不敢怪我 不好意思 董事长 我们吃到了 下次请二位准时出席会议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宣传片了 我们的温泉村从昨天开始 已经正式开始内部市营业了 我们昨天去过了 很漂亮 为了庆祝温泉村的开业 也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人 我提议我们举办一个化妆舞会 所有的员工和客人都可以参加 真假 太好了 太好了 化妆舞会啊 听上去很有意思啊 是不是像欧洲宫廷的那种啊 我反对 办一个盛大的化妆舞会 太花钱了 林总 您不是说过吗 我们饭店要开源节流 开源节流是没错 可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在宣传温泉村 而且我也会请一些媒体的朋友 过来参加这个舞会 这等于是省掉了一笔不小的广告费 我不觉得办个化妆舞会 会对温泉村的宣传有多大帮助 行了行了 不必再争了 你们看看 一说到舞会 大家多兴奋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一方面是对我们员工 近期来辛勤工作的慰问 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 就按林总的意思办吧 谢谢董事长 这件事情就交给佟经理了 我 舞会打算穿什么 还没想好 不管你穿什么 我都是那个万众瞩目的性感舞后 随便吧 听说要我举办化妆舞会 对对对 我都还在讨论这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不是化妆舞会 是大家全都要当面部剧吗 那当然 你不认识我 不认识你 这要才好玩吗 我们大学的时候举办过一次 我们好多同学都是在那个舞会上 好想的 刘经理 你就别这么兴奋了 化妆舞会 好像不太适合以婚人事 就是 谁谁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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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舞会 我办 我办 角豆室 还行 什么呀 什么心 什么呀 那我喜欢血鬼 我办 吸血鬼 你们这些都太没有创意了 我呀 要办的是和乐波球长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我都听你们相好了 什么呀 我办百卿公主 你们几个半小百人 你搬那个矮的 你搬那个高的怎么样 你看 不错吧 太没有创意了 我们都搬小孩子 德叔搬什么呀 我老 我肯定是搬那个 卖毒苹果的老巫婆了 瞧 经理 是你啊 我正要找你呢 那个 吴会长你打算穿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事先可以告诉我 到时候我可以请你跳舞 免得你落单 那多尴尬呀 你还真替我着想啊 旺副总 那当然了 所以你打算穿什么 还没有想好 可是我倒给你想好了 你可以扮柴老 好 柴老 柴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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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